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伙获得虫族之王的心脏 无论受多严重的伤都能瞬间恢复的电影 话说,在未来人类已经开发了外太空进入了星际时代 但人类的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动乱 一个叫大胡子的恐怖分子企图发动暴乱统治地球 但却被关押在了监狱 在这个监狱里他们必须天天干活 如果有人反抗就会被丢进一个大型的角肉机里变成饺子馅 而我们的男主也在这个监狱 他不仅是一个罪犯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负责维修这个角肉机 这天大胡子等人惹恼了预警预警就打开了角肉机 结果差点连累大家都变成饺子馅 幸好男主集中生日一枪打断了自己的腿 然后靠着一条腿跳到了角肉机的开关那里关闭了开关 但他也因为疼痛晕了过去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逃出了监狱 原来是大胡子救了他并且还给他安装了一个大力金刚腿 同时大胡子告诉男主 他的父亲因为犯罪会在200天后被枪毙 只要男主帮助他完成一个任务 他就帮男主救出父亲 于是在大胡子的安排下 男主偷偷潜入了一艘政府的太空飞船 但在飞行的途中 飞船却意外的坠落在了一个鸟不拉屎的星球 飞船损坏的倒不是很严重 但由于男主是偷偷潜入进来的 他没有控制飞船的密码 所以必须要找到飞船里面的工作人员 当然前提是这些工作人员还活着 男主很幸运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幸存的工作人员 他就是女主 女主是一个生物学家 他本是在执行一个任务 由于飞船失事 所以他提前乘坐逃生舱逃了出来 虽然女主有飞船的密码 但飞船还需要一些零件来维修 于是两个人开始到处转悠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零件 很快他们就在一个山洞的附近 遭遇到了怪兽的袭击 男主被怪兽无情的拖进了山洞 女主则吓得赶紧逃跑 回去后女主纠结了半天 还是决定要救男主 于是他再次返回 却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蛋 并且在里面找到了男主 男主竟然还活着 而且他已经断了的腿 竟然又长了出来 接着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巨蛋 发现巨蛋里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飞船的船长黑人 黑人也没有死 但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他声称大胡子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并且要取走男主的心脏 说完他就对着男主和女主开了枪 女主硬生倒地 男主怒不可恶 一拳就打倒了黑人 但他自己的胸口也中了一枪 很快就嗝屁了 没想到的是 没多久男主竟然又活了过来 所以女主和黑人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男主虽然很伤心 但他知道他现在必须要离开这里 于是他继续寻找零件 想要快一点修好飞船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充满了力量 到了晚上还会变成一个长着六只触手的怪兽 而且只要是受了伤 伤口就会很快地恢复 终于这一天他彻底地修好了飞船上的电脑 并且从电脑的口中得知女主并没有死去 于是他带着电脑开始到处寻找女主 没多久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虫子 男主凭借变异的身体杀死了这只虫子 但他却发现了黑人的尸体 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尸体 他明白了原来他早就已经死亡 现在的他是在虫族之王的弹中复活的克隆人 而恰恰只有他获得了虫族之王的心脏获得了超能力 所以他可以不断地重生 而黑人没有获得心脏 所以就彻底地死了 而此时大胡子又出现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什么监狱什么任务都是骗男主的 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男主获得这个星球上虫族之王力量的秘密 但众所周知 凡拍的死大多都是因为化多造成的 大胡子也是 他把男主抓了起来 还有女主来威胁羞辱男主 男主怒不可遏最终爆发了强大的力量 很快他的后背就长出了两只巨大的爪子 跟着身上其他的部位也长出了六只巨大的爪子 就这样男主变成了一只虫族之王 并且杀死了大胡子的手下 之后在女主的呼喊下 男主恢复了意志变回了自己 并且熟练的掌握了虫族之王心脏的能力 即便是老王用枪对着他打了几十颗子弹 他都死不了 并且用后背伸出来的爪子捅死了老王 而男主和女主也修好了飞船逃离了这里 并且过上了无法描述的生活 这次电影结束 但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男主的父亲怎么办 所以说男主娶了媳妇就忘了爹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朱迪 我们下期再见